各位優秀同學 凱傑之前上課的時候 因為圖像生成的部分 他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所以他先跳過了圖像生成 不過我還是 今天想要來上圖像生成 不然 這個是現在 非常流行的一個領域 不過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教大家圖像生成的方式 對抗生成網路 不過現在 看起來圖像生成最好的 模型並不是對抗生成網路 是Stable Diffusion 這樣的一個model 但是啊 這樣的model 我覺得 他跟對抗生成網路是 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可是我覺得對抗生成網路這個概念 非常的有趣 雖然他的 最後效果沒有Stable Diffusion 有點那麼好 但是我還是想要講對抗生成網路 對抗生成網路 他有趣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就好好學一下 這個概念還可以 對抗生成網路這個概念 不是可以用在圖像生成 這個概念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就是圖像生成本質上的邏輯 就是圖像生成本質上的邏輯 在前面做那個 在前面做這個 就變分自編碼器的時候 我們理解上的圖像生成網路 它其實就是一個映射轉換函數 從一個Noise 這個Noise我們要指定分佈 我們不能不指定分佈 這個大家現在可以接受嗎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的變分自編碼器 只是試著讓它在 這個影碼的分佈 我們去指定它影碼的分佈 並且我們讓它影碼的分佈 是盡可能的連續化 我不確定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我看你們的臉就是一副不記得的樣子 我們現在來到 我們現在來到變分自編碼器這一刻 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一開始我們沒有使用 變分自編碼器這項技術的時候 它的影碼的分佈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它怎麼那麼慢 它影碼的分佈一開始長這樣對不對 大家還有印象嗎 它有哪些缺點 第一個 我不知道這個分佈是什麼分佈啊 那我就不知道我到底 未來我要隨機給一個亂數的時候 我要從什麼分佈裡面去找 對不對 這樣 我不確定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它還有什麼缺點 它有點稀疏對不對 它有點稀疏 所以只要到這裡它生成的圖片一定是不好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這是變分自編碼器的問題 我們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解決的方法是給它 限制它在零附近 這樣我們就知道它 我們抽樣的時候 盡可能在零附近嘛對不對 然後給它一個隨機值 讓它在還原回去的時候 是從一個隨機 就是從這個中心隨機抽一些數字 然後讓它還原回去 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稀疏性也解決了 然後分佈性也解決了 可是直到最後 我們的銀碼分佈好像長的 也沒有是我們常用的分佈啊 它的確是很靠近零沒錯 但是你 它的中心可能是在零零沒有錯 因為這邊很密嘛對不對 可是你告訴我說 這是標準常態分佈這樣我們信嗎 你覺得可以接受 這是標準常態分佈你可以接受嗎 不可以接受對不對 因為 它沒有對稱嘛 好所以 對抗生存網路是本質上我們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之前為什麼解決 我們之前用變分支變碼器 為什麼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主要是因為 我們沒碼實際上控制銀碼分佈 因為那個銀碼分佈是從一個encoder進來的 我沒有辦法控制encoder 到底要把圖像打成 打到哪一個地方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對抗生存網路的邏輯 跟變分支變碼器完全不一樣喔 我從一開始就給它一個我指定範圍的亂數 我從一開始就這麼做囉 然後接著我請它直接生存 那這樣出現一個問題 我直接生存一個 我直接從亂數生成一個圖像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圖像的標準答案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你們覺得我要怎麼知道 隨機給它一張 隨機給它一張這個 數字 隨機給它一張影像 我想告訴它說這個亂數就是這一組影像 這樣可以嗎 你們覺得可以嗎 我先確定一下你們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喔 我再重複一次 我剛剛講的問題 變分支變碼器 的缺陷 是什麼 現在有沒有人可以重複 或者我現在先簡單的講一下它的缺陷是什麼 它的缺陷是 無論我怎麼樣去修正 變分支變碼器的內容 它的這個影碼 因為我的圖像生存是從隨機給定一組影碼開始 然後讓它透過decoder還原回圖像 對不對 它的影碼的分布 總是跟我預想的有一段落差 這是它最大的缺點 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encoder 這件事情可以接受嗎 這件事情可以接受 好 我們先假設你接受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的解決方案是 我需要直接從隨機數開始 我從隨機的 隨機的一串影碼開始 我生成一張圖像 如果 如果的input 我的網路的input 就是這一串影碼 好 但是 VAE的缺點就是影碼的分布 總是跟我想要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的網路的input 我現在training一個網路的input 它的 就是一個 training一個網路 它的input就是 隨機 就是一個 我指定的一個 就是分布的音碼 這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手上有圖 對不對 有真實世界的圖 如果我現在隨機的給 隨機的給每一張圖一個音碼 自己給的喔 我自己給 怎麼給就隨機給 你們覺得這樣子可以嗎 然後我就直接training一個網路 從影碼到普遍 你們覺得這樣可以嗎 這樣training得起來嗎 好 我們假設有1億筆資料 這樣夠多了吧 我要問的是你們覺得這樣training得起來嗎 絕對可以的舉手 絕對不可以的舉手 絕對不可以的舉手 不可以的人比較多 為什麼不可以 就你了 來 為什麼不可以 阿不然我們上課上路辛苦幹什麼 是不是 顯然就是不可以嘛 好 那那個東英你為什麼覺得可以 你就覺得可以嘛 對不對 好 那我 我要講出不可以的理由囉 實際上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做實驗 原因很簡單 今天 大家想一下喔 我們今天把班上每一個人的臉都照一張相 你們覺得我的臉 我們就以我的臉為中心好了 終於你覺得你的臉跟我比較接近 還是這個女生的臉跟我比較接近 一定是你的臉跟我比較接近 對不對 還是你覺得你比較帥 離我比較遠 我今天想跟你講的是 你那個隨機的銀碼跟這張圖 它不能真的 它必須要一定程度的聯繫啊 它不能是真隨機啊 它如果是真隨機的話 那絕對學不起來嘛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遇到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我現在隨機指定一串銀碼 我其實並不知道它真的圖 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其實不知道 這件事情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還請講 可是如果我真的給它是要扣到 它會不會有機會去摘到 不是 相關性跟數量是兩回事 今天 這一串銀碼 這一串銀碼 實際上就代表了什麼樣一張圖 這一串銀碼 實際上就代表了什麼一張圖 它們必須存在 某種關聯性 網路才有辦法學 如果它們是純隨機 這件事情網路學不了 不是樣本夠大 那 Deep Learning Model 就可以預測大二扣下期號碼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一開始手上有一億張圖片 一億張圖片 你隨機的給這一億張圖片一個銀碼 它還是學不起來 因為它們沒有關聯性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我現在遇到困難了 今天 我的網路的Input 是一串銀碼 隨機的銀碼 但是我不知道它Output 什麼是標準答案 這就是對抗生成網路 想要解決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對抗生成網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它解決的方法非常有趣 好 今天我不知道這個 我現在隨機給一串數字 然後丟進這個網路 那它一定可以隨機產生一張圖 反正這個網路 隨機出實的話 它總是有一些預測能力 預測出Runch 雜訊那也是預測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我們叫FakeImage 這個FakeImage的答案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可是啊 我們可以 把這個FakeImage 跟一個真的圖 這個真的圖 也可以隨機抽 隨機抽 然後讓一個網路 去區分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那如果這個網路 看得出來這是假的 那就 請這個網路 試著去修正它的Predictor FakeImage 讓它辨認不出來 那整套 整套網路 這兩個網路合在一起 這個就可以做T度下降法了 我們可以告訴它 這個是一個錯的圖 Fake的圖 然後從這邊傳到這裡來 更新這裡的T度 那這樣這個網路就可以改掉了 那我們的Input就被改成 隨機出實 隨機起始期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這個想法 不容易喔 這個想法最不容易的地方是 當我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 當我的Output 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 我到底要怎麼更新T度 這件事情比Stable Diffusion 難上太多了 如果你去看Stable Diffusion的論文 你會發現 它的圖片 你當然手上是有圖片 沒有錯 那它就是給圖片隨機增加一些 Noise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那你的網路就是 試著把圖片Denoise 因為你 原始圖片你手上有嘛 對不對 Noise的圖片是你生成的嘛 對不對 然後它就是試著 從Noise的圖片變成Denoise的圖片 就這樣子而已 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當然啦 它有一些 技術細節在裡面 就是 它可能 它那個Noise的生成 也不能是完全隨機的 有個數學函數去生成它 但是 它的原理實在是太容易了 可是對抗生存網路非常的有趣 因為你沒有標準答案 那你不知道要怎麼training 那透過這種方式它就可以training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這個idea用到後面很厲害喔 因為你的input 不見得是隨機起始值啊 你的input可以是 一串中文字啊 然後你要把它翻成英文 可是你又沒有這句話的標準答案 那怎麼辦 透過這個架構還是可以翻譯喔 你可以input一張 國防醫學院的照片 請它換成 墨內的風格 墨內有畫過國防醫學院嗎 沒有 透過這個網路 它一樣可以轉成 墨內的風格的國防醫學院 所以這個網路 給了我們一個架構 我要強調的是 為什麼我特別想教對抗深層網路 而不是現在最新的 現在 最 就是 深層圖片效果最好的 stable diffusion模型 因為這個網路的idea 實在太厲害了 沒有標準答案的狀況下 這個網路居然可以training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它厲害厲害在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來嘗試一下它到底怎麼做的啦 好來 這個 首先呢一樣 我們先把 圖片 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run出去就是 你會有一個 training data test data 跟subtraining data 這裡你要貼喔 我就不貼了 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做過了 好接著 把iterator拉上來 好把這個 iterator寫好 iterator從這個 這是第幾顆啊 十一顆 十一顆 data 讀進來 沒有啊 這不是 第十課 哎呀 糊弄我啊 對不對 來 第十課一樣不行 怎麼這個樣子 弄錯了 好 我們現在 這個 凱傑開錯 為什麼不行 不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他應該是開錯了 這個才對 那他開錯了 他課還是上了下去 我也是覺得很厲害 檔案都錯了 他都沒有遇過 檔案讀不上來 好我們不管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搞的 好不好 好來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iterator已經寫好了 好接下來 你看我們generator的網路 長成什麼樣子 先input 我們先看iterator好了 你看iterator的x是什麼 iterator的x真的是一個 隨機乱數耶 從常態分布裡面 隨機抽 數字上來 啊 代名群多少 代名群是十尾啊 十尾的代名群 並不是特別容易 生成的啊 對不對 好來 接下來 x就是那個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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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ise這樣可以齁 然後接著 image就是那個 image就是那個 就是 圖片 然後 y勒 就是有時候是 label 0就是 告訴他這是錯的 label1就是代表 這個是image 這樣可以齁 這是iterator 好接著 generator呢 generator就是他data data就是這個noise data吃進來以後 直接 deconvolution 然後變成一張圖 然後呢 discriminator呢 給他image跟label 然後他告訴你說 這是true還是false 就這個樣子 好然後 close entropy loss sigmoid要接close entropy loss 這個一定是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來再來 仔細看喔 來那個 因為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他是兩個分開的網路 我們把它分 我們要寫底層執行器把它分開 然後 寫兩個執行器 好 初始化參數更新權重 然後 定義updater 好 這邊結束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再開 再開 好 接著我們可以reset reset 然後開始做 然後我們做一個for回圈 我們先不要做for回圈 我們先看一下他實際上 裡面的每一個細節 好 首先我們先得到一個myvalue 這個myvalue裡面有多少東西咧 我們來看一下 來有image就是原來的圖嘛 對不對 然後跟noise 這個noise真的noise咧 我們來看一下 這看起來真的是noise對不對 好 然後 他的label1跟label0 這樣子 ok 好來看著 generator真的是吃noise進來 我沒有作弊 真的是吃noise進來 然後forward之後他得到了他的output 這是fake image對不對 好然後看著 discriminator第一階段是 給他fake image 加上告訴他這是fake 告訴他這是fake 然後 他forward backward之後 是不是更新了discriminator的權重 因為他要先學習一下嘛 這是一個fake的圖 他先學習一下 接著 再 給他真的圖 這是真的圖嘛 對不對 然後告訴他這是真的 好 再更新一下權重 接著有趣的事情來囉 給他一個假的圖 但是告訴他這是真的 然後 他backward的時候不要更新discriminator 因為現在我並不是想要更新discriminator 我是要fix住他 然後告訴情generator嘗試 產生一張 新的圖 然後讓他的label看起來像1 所以你看喔 我backward回來discriminator之後 我是拿到他的gradient 再把他的gradient回傳給generator 我沒有在這一步沒有更新discriminator 這樣可以了解嗎 我在這一步沒有更新discriminator 我只有更新generator 好 我們直接run完一次sauce 我們看一下generator現在產生的圖 我只更新了一代 他產生的一定是垃圾啊 垃圾對吧 好 要厲害了 我要用for回圈了 好 我們就用for回圈來做吧 好 我看他跑 一開始的時候他長成就 他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 我們慢慢讓他跑 我們來看他慢慢有沒有變好 你覺得有沒有慢慢變好 你覺得他有沒有越來越像數字 很厲害對不對 沒有標準答案他居然也train了起來 真的是很神奇啊 他要存東西出去 我們就不存了 好 你只要知道他慢慢train 你應該有感覺出他越來越train越好嘛 對不對 好那要train到Style我就不train了啦 反正我手上已經有model都不train了 好 這是第20個EPOC結束的時候generator化的圖 長得很像吧 這樣可以吧 好 你可以直接獲得這個generator 這個是訓練20代之後得到的圖 你不用重現那個training的過程啦 你只要理解那個邏輯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直接拿generator出來嘗試 這是他生成的圖 你覺得他生成的有沒有比那個變分支編碼器好 好太多了對不對 而且最厲害的是他的idea 居然真的是work 沒有標準答案他居然也train的出來 我們多試幾次好不好 這是第10課嘛是不是 我們不要sexy的啦 我們再重新來 來再多幾次 我們拉過來一點 再一次 你們覺得他像圖片嗎 像數字吧 而且他什麼數字都會寫喔 他不是只會寫0喔 他什麼數字都會寫喔 你也感覺出來他 這個看起來是6吧 這邊多了一撇 他還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這看起來像7 但是他真的很像喔 他像是會騙過人的 他像是騙過人的東西喔 他有一些亂度 有一些風格 這絕對 training data裡面絕對不會有一張這樣的圖 看起來是7啦 絕對不會有一張這個 沒有人中間會斷掉啦 這樣可以齁 但是他生成很像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有創造力 好 這就叫生成網路 現在不是 現在 生成式AI 比起判別式AI 我上課都沒有上到生成式AI 對不對 生成式AI 的起點 基本上就是 對抗生成網路 當然 現在生成 現在生成式AI 有更多奇異怪怪的training方法 這個我們之後看paper 再來學 好不好 所以 對抗生成網路為什麼 值得花兩節課的時間 來學他 是因為他的idea 真的太厲害了 好 現在 來 這是training loss的軌跡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欸這件事很重要喔 你有沒有發現 real跟fake 也就是discriminator loss很小 generator loss越來越大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discriminator 永遠壓制了generator generator很強 generator不夠強 generator畫出來的圖像是小學生 discriminator看起來是一個 這個大學生 大學生總是能夠輕易的分辨小學生畫出來的圖 這是假的 來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這是各時間點的競賽狀態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做好 你要做好這個 就是discriminator 你要做好這個generator的話 你必須讓他 你不能讓 discriminator 太輕易的壓制 generator 這樣generator就學不好 這是我們要訓練對抗生成網路最大的困難 好我們這個是 這個你可以看啦 反正他做得非常好 不過我們現在請 喔還是要希望你training 還是希望你training 但是希望你做了一些 希望你做了一些改進 好來剛剛training的時候 這邊我們有training嘛對不對 我們這邊把它改成 SN 10 這是剛剛training的過程嘛對不對 他做得不錯對不對 好我們這邊改一個東西 我們就改一個東西就好了 來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是用adden 然後我的學習率很奇怪 adden的學習率default是多少 10的-3次方對不對 10的-3 我把它改掉啊 我把它改成10的-3次方 然後我這邊改0.9 這才是addendefault的學習率嘛 可以嗎 好來看著喔 我重整 然後接著我重新training 我們來看他training成什麼樣子 第一張圖還是亂數 你們覺得他training成功了嗎 他失敗了對不對 所以 所以超參數 這麼的敏感嗎 這樣看起來是對不對 接著再調一下 來仔細注意 這裡的網路 這裡用的是leaky radio對不對 改成radio嘗試一下 看他training出來 好 我想請大家 親手 嘗試一下 我想 大家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網路非常難training 它對超參數非常的敏感 你們現在眼前看到成功的generator 它看起來像是個特例 好像不是很容易training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給大家嘗試一下 好那 我想就是 大家 我給大家做這個實驗 重點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對抗生成網路想法很美好 但是網路啊 非常難訓練 超參數超級難調 你們剛剛看到那個成功的範例 那不知道是超參數調成什麼樣子 才有辦法training出來 所以這是他 這是他2014年 剛被提出來的時候 最主要的限制 我跟大家講說 2014年剛被提出來 最主要的限制 就是想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問題 多半已經被解決了 只是 我們沒有辦法一下交那麼快 因為你要先理解原理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2016年的時候 後來大家有提出一些 解決 最終解決並不是2016年 也是2017年 解決的比較好 但是這也是 這個主要的問題 也一直伴隨著他 就是他對超參數很敏感 所以說之後大家為什麼 喜歡訓練 比較簡單的 stable diffusion 是有原因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2016年的時候 人家整理出一些 你到底要怎麼調超參數 這個paper就是教你怎麼調超參數 很少這樣的paper 那他說 第一個 gerator的最終輸出 最好是 最好是這個 sigmoid 最好是sigmoid 那或者是 這種射線的 函數 這個 雙正切函數 大家有看過 就是正1到負1之間 就是你不能給它 linear predictor 這樣子 好 接下來 一個minibench裡面 只能夠有假樣本 或真樣本 這個我們倒是沒有混在一起 這個我們training的時候沒有混在一起 對不對 你仔細看一下我們的 training過程 我們training過程是 先給他看fake 再給他看real 然後最後 再給他看fake 但是告訴他 希望他的目標是 就是希望他的目標是 盡可能讓fake的變真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這個真的是很特別 這個有點像 你現在看這些 結論 就是也沒什麼理論依據 看起來就很像鏈單 鏈出來的那種結果 就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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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怎麼樣再怎麼樣就會比較好啊 很有那種感覺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個 他說不要reliu 最好用liquid value 不要用reliu 但是喔 這是discriminator中 要用liquid value generator中要用reliu 你再仔細看一下我們的網路 你看這裡是用reliu 啊這裡是用liquid value 啊 真的是 真的是很像鏈單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神奇啊 不信你們把 generator改成liquid value 再train一次看看 那你們就會發現 不然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好我們先把超安數改回去 好超安數改回去啦 誒 重複太多次了 誒那個 還原要用什麼 是什麼鍵啊 不是ctrl z 是還原啊 我要再寫過來 是用什麼鍵啊 蛤 editor oh redo oh ctrl shift加z 好 太感謝你了 原來是ctrl shift加z 好那我們這邊來嘗試一下 我們把它改了liquid value 好我們把這邊都給人力去reliu哦 好 好我們再做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怎麼樣好不好 這個改動非常非常小吧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看起來有往好的方向前進對不對 好像也沒有不好齁 他這個 這個resout resout 我要找一下 好我們先讓他繼續跑 跑的時候我跟大家講一下 他主要的缺點是什麼 他主要的缺點是很容易出現這種小雜斑 為什麼呢 因為liquid value 比起reliu比起來就比較soft 對不對 那比較soft他就不容易把 東西變得很僵硬 那你在畫畫的時候 你在畫數字的時候 他又不會動不動出現一個小點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個我們還是可以理解的 那用A等訓練模型 這個 學習率 0.002跟0.5 這個就是人家嘗試出來的超攤數 好後面還有一些小技巧 這些小技巧 真的是很玄啊 為什麼會有用 數學上都講不清楚啊 舉例來說 你把 你把這裡的0跟1調換 你把這裡改1這裡改0 這樣就會變好 這對你敢信嗎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啊 但是人家做起來就是這個 就是真的比較好 不知道為什麼 好 然後使用噪音標籤 訓練discriminator 這件事情還有點邏輯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看 discriminator碾壓了generator 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discriminator 他的能力下降怎麼辦 給他一些Noise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道士還比較有邏輯 好 所以啊 這邊想跟大家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如果想要訓練一個對抗生存網路 在我們教下一節課教 這個先進的技術以前 他對超參數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500份的小資料 好 那個discriminator他是一個圖片分類器嘛 對不對 他在分類什麼 給你一張正常的圖 然後告訴你說 這是真的圖 給你一張假的圖 然後告訴你說這是假的圖 所以他本質上也是一個圖片分類器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用discriminator 來做為 轉移特徵學習的東西呢 答案當然是可能 對不對 注意喔 discriminator結構跟 v 那個變分之編碼器的encoder結構 非常非常的像 變分之編碼器 我們是用encoder 那個encoder 來做轉移特徵學習嗎 在對抗生存網路這邊 我們用的就是discriminator 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所以 變分之編碼器跟 對抗生存網路 他幾乎就有點像是反過來而已 本來先encoder再decoder 變成先generator generator就是decoder 對不對 然後再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就跟encoder非常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試著用 我們來試著用這個 判別器discriminator來進行 轉移特徵學習 那一樣我們這次只用subsample 來進行實驗 好 那一樣我們先不用轉移特徵學習 然後先training一次 然後我們看一下performance怎麼樣 好那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等一下練習題有這個 等一下練習題沒有判別生 沒有轉移特徵學習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跟大家講答案 好答案非常明顯 如果你直接training的話 他的test accuracy是0.93 然後如果你用轉移特徵學習的話 他的accuracy會上升 而且你仔細注意一下 那個 上捷克 我們在用變噴字編碼器 進行實驗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強調一件事情 那個encoder 他的這個維度數 是不是越窄越好 他要壓縮解壓縮 你們對這件事還有沒有印象 自編碼器 這個東西 他如果要training的好 他最好要壓縮解壓縮的 含元素在裡面 所以要壓縮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記得這件事情 記得吧對不對 可是今天 所以我們來仔細看一下上捷克 上捷克的轉移特徵學習 轉移特徵學習在哪裡 他的第八課 上捷克的轉移特徵學習 他的進階運用嗎 好這裡 他BASSLINE的Eccuracy 只有0.77 轉移特徵學習了之後 變成0.83 那你看這一次咧 這一次直接 轉移特徵學習前 就0.93了 之後是0.94 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因為Discriminator 是一個分類網路啊 他有規定網路要越來越小嗎 沒有喔 所以你仔細看我們的Discriminator 他的網路其實你看喔 他其實越來越大喔 32 64 64 他越來越大喔 他維度數越來越多喔 所以這是一個大網路喔 可是 我們上捷克 上捷克 在用欠完備的自編馬器 就是完備自編馬器在training的時候 你看他的performance 還是不怎麼好 為什麼 因為他的網路終究是不能太大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網路終究是不能太大 但是Discriminator卻沒有這個限制 因為他本來就是做圖像分類 所以他不需要 不需要 壓縮的這個功能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你如果用對抗生成網路 其中的Discriminator 來進行model training 那這個performance就會變得好很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這裡就不特別重複這個實驗了 我們今天來教一下 條件式對抗生成網路 要學習這件事情喔 我們先來 回顧一下 對抗生成網路的training 他的input是 隨機數對不對 可是你的手寫數字 你的手寫數字 明明就是有0到9阿 對不對 總共有10個數阿 我可不可以指定他生成一個特定的數字 你們覺得這個有沒有幫助阿 有 很有幫助對不對 我需要手寫數字 但是 我希望指定手寫數字阿 那標準的做法是什麼 或是最直接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就 0training一個對抗生成網路 1training一個對抗生成網路 2training一個對抗生成網路 總共training10個 總共training10個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總共training10個 那這個 你總共training10個網路 那這樣是不是很浪費時間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如果今天 你的圖像生成網路的條件 不是類別化的東西 舉例來說是一個連續的數值 我們來換個講法 舉例來說 頭髮顏色的深度 頭髮顏色的深度 舉例來說 -1到正1之間 假設有這個東西啦 或者眼睛的大小 -1到正1之間 -1就是最小 正1就是最大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用 我是不是就沒有辦法training很多個網路 你training很多個網路 這有點像分層分析 就是 對於每一個 類別 我們都給他一個自己的網路 可是如果是連續的 input 我們就沒有辦法 連續的條件 就沒有辦法這樣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或者我們再換個講法好了 如果我們想要實現這樣的一個網路 現在圖像生成模型不是都會讓你打一句話嗎 讓你打提示詞 這個提示詞 它變化不是很多嗎 那這樣我的generator要怎麼產生 怎麼根據不同的提示詞 然後產生不同的網路 絕對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合在一起 它要有亂數的成分 但是它也要有條件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這個叫條件式對抗生成網路 input同時有條件加上亂數 這樣可以嗎 好 仔細看喔 我們的generator 跟本來差別非常非常小 本來沒有digit 現在加上digit 本來只有data嘛 對不對 我們再看這裡 欸我剛剛把licky value的那個生成完了 你們有沒有注意它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就是generator有licky value的壞處 好我們來看一下本來的generator 本來的generator就是generator的data進來就直接做了 現在變成 我還告訴它這個數字幾 然後把數字幾跟data把它合在一起之後 再讓它進行generator 所以這個generator它就知道 現在我想要生成的是數字幾 對不對 然後它生成完了之後 我就可以找一張真的圖 找一張真的數字幾 然後跟它做比對 然後讓它 讓它知道說 欸這個 1就應該生成1的樣子 2就應該生成2的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把generator換掉 好 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 現在也要告訴它數字是多少 不然你如果生成1 它生成了一個2 它真的長得很像真的2 但是實際上你是要它生成1 你如果沒有告訴它它生成錯了 那這個 它就會做得不好 然後一樣loss function 一樣cross entropy 然後接著 iterator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必須要給它 到底是哪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要digit digit也要輸出 好 iterator的地方被我換掉了 哦這裡要換成lessen 10 好接著 這個部分跟之前一模一樣 但是那個 執行器跟之前不一樣哦 因為執行器之前只要輸入data 現在還要輸入digital 對不對 然後之前discriminator 只要輸入image跟label 現在 仔細看 它都要輸入 它現在 要輸入digital 跟data 或者digital跟image加label 好初始化權重的這個東西也改了哦 好那這個 這個updater就不用改了 好接著 好那我們要 我們要來training了 training過程跟之前完全一樣 那我們來試一下 好那一樣我把這裡都改成lessen 10 10 lessen 10 好一樣一開始是假的嘛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 它深層的怎麼樣 看起來好像深層還可以嘛對不對 它慢慢再往好的方向前進了對不對 好這邊我就不跑下去了啦 因為它整個過程跟對抗深層網路一樣 我們直接來嘗試使用 我們直接來做練習二 然後嘗試使用它的這個model來嘗試一下 你直接下載我們的generator 這個我們請大家直接下載來玩一下啦好不好 就是 你先 你重複training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重點是 你來嘗試一下 深層這個手寫數字 深層手寫數字 然後深層指定 數字的手寫數字 好那我們把這個 呃 給你們大概 10到15分鐘的時間嘗試一下這個過程 好這個練習二 你大概貼過來就沒有問題了啦 這個沒有要為難大家寫程式 大家都嘗試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我們這邊輸入0到9 它就每一次都輸入0到9對不對 圖片各有不同 那你覺得效果怎麼樣 還可以吧 應該沒有覺得很差 這個確實很多圖片 看起來都像是人會寫出來的東西 好那 我們現在手上有了深層模型以後 我們就要來講一件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最有興趣的事情 在我們 做實驗之前 大家猜測一下 你們覺得用假資料來輔助模型訓練 會不會變準 覺得會的舉手 覺得不會的來舉手 你覺得不會 覺得不會比較多 覺得會的0票 那為什麼不會 為什麼 你覺得假的會讓他變笨 我們假資料輔助 不是單純用假資料訓練喔 是 你本來 我再重複一次 假資料輔助訓練 不是用假資料訓練 是 就是 你同時給他真的資料 但是你用假資料 你用generator 來當augmentation的方法 我們在training model的時候 不是常常做data augmentation嗎 那我的意思是說 用對抗生成網路 生成出來的樣本 當作是augmentation的方法 你們覺得這樣會變準嗎 這跟self-attention差蠻多的啦 這跟self-attention差蠻多的啦 self-attention 我們之後講到transformer的時候會講 你們覺得會變準嗎 你們覺得 對數字進行data augmentation 對圖片做data augmentation 對網路我們有幫助 有幫助 augmentation大家同意有幫助 數據增強同意有幫助 那用假資料來做數據增強 大家覺得有幫助嗎 很難決定 有或沒有再重新舉手一次 來有的舉手 沒有的舉手 還是堅持沒有 還是堅持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實驗 不過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training data 因為我們剛剛生成數字的時候 是用for sample size對不對 是用25000比data 所以我們這一次training的時候 還是得用25000比data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注意喔這裡要用training data 不能用subtraining data 你用subtraining data的話 那就不公平了 你用500比training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加假資料 結果假資料是25000比產生的 那這樣當然不公平 好 來training 然後接著 我們就用discriminator來當這個 結構 因為這樣我們等一下可以做transfer learning 好 定義我們的優化器 好那我們先把discriminator讀進來 然後我們來嘗試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實驗了 我們一定要做完 然後我們深刻的帶大家醒思一下 這個結果 為什麼沒有 前面沒有貼 這裡沒貼到 好讓他做 這個要做這麼久 好啦沒關係我們直接看答案好了 做出來的結果是0.984 蠻準的對不對 這很正常因為我們用for sample 對不對 好 如果你用假資料training的話 就是你要有個generation model 就是generator model generator 你看就是 這是mypredict就是我們剛剛練習2的那個函數 等一下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然後你看這個Iterator 3 他每一次都先隨機的抽一個數字 如果 sample抽中1的話 數字就是隨機產生的 else就是 用真實的圖片 所以這樣子可以怎麼樣呢 這樣就是 有一半的機率會用training 一半的機率會用生成的 所以這相當於是一個data augmentation 對不對 是嘛對不對 這是一種data augmentation 好我們直接看training出來的結果 準確度有上升嗎 幾乎沒有 略有下降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下降咧 好 在我們上結語之前 我們來深刻提供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就下課 為什麼 剛剛 念記的 你說會上升 副樣本 那 副樣本 對 副樣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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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啦 但是聽起來比較像是給他更多的樣本 而不是 跟這個情境有點不一樣 好我這邊 這邊大家看我的黑板 剛剛我畫的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假設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二分類任務 二分類任務 紅色的點是正樣本 藍色的點是不樣本 這是原始的SAMPOL 所以我們直接做一個分類器的時候 他畫出來的線可能長這樣對不對 好現在我做了一個條件 對抗生存網路 請問一下 你覺得他會怎麼生 他生存的data會在哪裡 我們把這條線去掉 你覺得他生存的data 怎麼樣生存的data 他這樣子會做的 你覺得他會是準的 這裡嘛 對不對 這裡嘛 這裡嘛 如果他生存在這裡 你覺得這是一個準的data嗎 這是在增加nose 對不對 他絕對不可能生存到這裡 他這樣判別器就會看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咧 你如果仔細想的話 你就會發現 深層對抗網路 深層出來的data 並不會改變本來的邊界 並不會改變本來的分割邊界 為什麼不會改變本來的分割邊界 他如果改變本來的分割邊界 因為你敢說他是 你敢用現在的樣本就說 他是對的嗎 你不敢對不對 可是增加sample的效果不是這樣喔 今天就是有個真的sample 今天就是有個真的sample 那如果他是真的 那通常是會變準的 因為test data 可能會有跟他類似的data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如果今天 你不知道這邊要怎麼分 可是這邊generator 給你生出一個這個 他說這邊是個假樣的 你敢用他嗎 你不敢用他 他可能就被discriminator認為這是假的樣子 他生存的不好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今天假設要生成一個紅色的點 生存在這裡實在是太risk了 discriminator很容易就可以分辨 樣本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他勢必就會生存在這裡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生存出來的樣本 跟augmentation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augmentation 對圖片的augmentation 為什麼performance會變好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 圖片旋轉的 他還是一隻貓啊 貓旋轉的實度還是一隻貓啊 難道你就看不出來了嗎 你還是看得出來嘛 對不對 難道有人覺得 貓旋轉的實度就不是貓嗎 所以他的augmentation 那是真augmentation 真的是從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情 他還是那個東西 他還是真樣本 這樣懂我意思嗎 旋轉實度還在真樣本 所以啊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很多 如果你仔細看論文的話 你仔細看論文的話 你會發現 真的沒有人用 真的只有很少很少的人 那個paper本就被引用了幾次 不是很重要的論文 他就說喔 他要用假案本 來輔助真樣的學習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們這邊 就是 有時候 有時候 對於一些比較沒有那麼懂的人來講 他很有可能就會講出這種話 我們要如何 這個 如何提升模型準確度 那我要用深層模型 產生多一點圖片 然後來提升模型準確度 這個絕對是錯的 這個絕對是錯的 除非 你的深層模型 遠遠比你的 判別模型強大 舉例來說 你用GTG4 深層 深層 深層一段這個 深層一段這個 就是 深層一個 就是叫 胸部還是光片 因為那個 他的能力 比你的手上有的Data 多得多 強大得多 對不對 那所以他可能真的會生成一個 你的Data裡面沒有的 然後他可以生成一個這個 然後非常肯定地告訴你 這是一個正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除非你的深層模型 然後再用手上全部的Data 來訓練一個 這個 判別模型 那你那個 那個深層模型 絕對對你這個判別模型 一點幫助都不會有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邏輯 你們應該 瞭解這裡面的邏輯 不過我跟他講 這件事情 就是 透過 如果你透過一些 就是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 事實上的邏輯 就是 弱模型 弱模型 原則上是 不可能去 增強一個 強模型的能力 弱模型原則上是 不可能 增強強模型的能力 除非 弱模型要做的事情 比較簡單 然後那件簡單的事情 確實可以拿來 對強模型有幫助 除非這樣 OpenAI 我記得是去年年底 還是去年年初 有出一篇 用弱模型監督強模型 在 他出那篇 論文以前 我都會一律跟你們講 弱模型不可能拿來監督強模型 但是那篇 paper 他用了一些奇怪的方式 讓他可以 用弱模型監督強模型 但是那是很特殊的情境 我們以後 我們如果有機會 可以帶大家讀一下 那篇論文 好 那篇 paper 真的很重要 那篇 paper 暗示著 超越人類能力的 AI 真的有可能出得來 否則按照之前的邏輯 絕對 人類就是監督者 不可能有超過人類的 model 可以製造出來 對不對 當然如果 弱模型 知識比較少的 主要是人類 可以監督強模型 那甚至他們可以互相監督 又比人類強一點的 model 再監督一個 比人類強更多的模型 那就有可能出現 這個 有可能出現這個 就是 超越人類能力的模型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 今天最後的結語啦 好 就今天 我帶大家 復刻了 經典的對抗生成網路 他的缺點很多 你們挑戰術的時候 已經發現了 太難training 但是下一節各位解決 他的用處沒有想像中大 因為他不能拿來生成模型 幫助你訓練判別模型 如果你的興趣是判別模型的話 他沒什麼幫助 但是他的生成能力真的是一流的 比起這個變分之變馬器 他好太多了 好 這句話是很久很久以前 央的Q人說的 央的Q人還沒人認識 他是誰 我們前面的課 第幾課出現過他 不要再找了啦 第六課啦 好不好 選機神經網路之父 独領獎得主 他說 這個對抗生成網路很棒 但是現在看起來 我是覺得他ideal真的很棒 但是現在 因為他真的太難training了 所以現在被一些更簡單的模型給解決了 你們哪一個人是 報paper 報scaling law 沒有 你們之後報paper的時候 會有人報一篇paper 告訴你 模型大就是正義 這個 數據量大就是正義 不要再整那些有什麼沒的花樣了 好 所以說現在 這個小巧 但是 很有趣的概念 就被捨棄了這樣子 好 我們下一節課 會教大家 cycle game 他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神奇到什麼程度好了 讓你們對下一節課有一點行動的感覺 正常來講 要training翻譯模型 就要從中文翻成英文 你勢必要有一句中文 然後跟一句翻譯的英文對不對 正常來講這樣才能training對不對 如果 你用cycle game 你只需要一堆中文跟一堆英文 他就可以翻譯了 不需要一對一 不需要一對一的training 這個要用game才有辦法實現 你不知道標準答案 他仍然可以存在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